有一位夫人 与丈夫时常意见不合 为此闷闷不乐而造成心病 因此性情变得更加古怪 且不讲道理 夫妻间相处 愈来愈不和谐 有一次 正巧有一位具有德性的比丘妮来到此地 夫人便前去拜见妮氏 向她请教与丈夫的姻缘 及家庭生活的种种问题 妮氏说 我不是掌管阴曹地府的官吏 不能稽查你们夫妻的姻缘部 我也不是佛菩萨 不能完全洞悉你们的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 然而 对于世间姻缘果报的道理 我是知道的 不妨讲给你听听 说到夫妻的姻缘 没有一对是没有原因而结合的 大致上说来 那些以恩情善业为前因而结合的夫妇 必然欢愉喜乐 那些以冤冤恶业为前因而结合的夫妇 必然互相违逆 怨苦纠缠 也有非恩情非怨业为前因 或恩怨相见为前因而结合的 他们之间的恩怨亏欠 就会互相给予 互相补偿 这世上的夫妻关系大致如此而已 你们夫妇俩 应该就是以冤冤为前因而结合的 这是天命注定的 并不是人所决定的 虽然说既定的因果决定人的命运 但人也可以改变天命 所以释迦牟尼佛建立教法教会众生 可以及忏悔来自心 只要你努力消除好胜之心 收敛你的傲慢之心 对事情逆来顺受 凡是合乎情感 不具理力争而不顾情面 尽力做好你分内的职份 侍奉公共婆婆要孝顺 与轴礼之间要和睦相处 对待其他事情要宽容 并给予恩惠 凡是只管自己 好好尽心尽力 而不必去管别人的作为与看法 或许就可以挽回你们夫妻的感情 你只想追问过去的因缘 那是没有帮助的 即使知道的清楚又响敏 又有什么用呢 这位妇人听了尼诗的开始之后 凡是遵照尼诗所说去实行 不久之后 夫妇相处和睦融洽 有人经常用这个故事来劝告女眷吗 她说这位尼诗所说的话 真可说是女子化解冤叶的神咒妙药 只要能够有信心来执行持守 没有不应验的 如不应验 那一定是行持的还不够彻底的缘故